4月11日,纪念南洋华侨鸡公回国看战80周年活动,在云南省德宏、歹族、景坡族自治州举行,参加第十届云南同乡联谊大会的33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云南同乡代表、特邀嘉宾以及南桥鸡公后代代表与德宏各界民众一同缅怀先烈,铭记历史。 1939年至1942年间,3200多名华侨青年自愿放弃了优越平静的国外生活,从东南亚各国赶赴前线。 在被称作死亡公路抗战生命县的滇缅公路上,三年运输了50万吨抗战物资,抢修运输车辆,为抗日做出贡献。 他们当中,有一千多人为国捐躯,一千多人复员返回南洋,一千多人居留国内,他们被称为南洋华侨青工。 云南南桥青工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张云鹏的父亲是南桥青工张志源。 当年,他的父亲和叔公都放弃了国外安稳的生活,回国看战。 我们从他们当时的一个照片上,我们回国的照片我可以看到,他们的衣装打扮都是很好的,三十年代,也西装隔离。 另外,从他们那个,这个后面呢,我们看他的生活的环境也是不错的。 再加上一个,他们会开车。 这都可以说明,南桥青工他们当时在南洋的时候,已经是有很好的工作,有优越的生活。 那他们可以在祖国危难的时候,义无反顾的,犯及优越的条件,回国看战。 烈日下,四百余名云南同乡代表和特邀嘉宾,向南洋华侨青工纪念碑鞠躬并献上喧花。 高位在战争中不幸遇难的同胞,随后,大家参观了南洋华侨青工纪念馆。 在一件件旧物和一幅幅老照片中,起身感受担念南桥青工在滇缅公路上挥洒下的热血。 我觉得他们当时能够放弃自己的家人,从这么优越的条件当中返回祖国,来参加抗战,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 就好比我们现在的海外的侨胞。我们虽然说现在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,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时代,信心向荣。 那我觉得正是因为这种状态,是我们最好的机会,应该让更多的海外的侨胞投身到祖国的新一轮的建设当中来。 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一轮的建设当中,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一轮的建设当中,